是什么 知了知了 妈妈快给我玩 这些可怜的小动物 通常在一两天后 不是被绳子缠死 便是被活活饿死 我还记得 每到夏夜将下大雨之前 总会有很多飞椅飞进屋内 讨厌讨厌 妈妈你看 又有小飞虫进来了 小云 你去接盆水来放个灯的下面 妈妈 为什么呀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些飞椅 被水反射的灯光所迷惑 纷纷扑进水中淹死 妈妈你看 它们都掉进水里淹死了 妈妈 你好厉害哦 这样小云 就不会被飞椅咬了 虽然父母对我非常疼爱 但他们教我做的 都是残害生灵的事 这是在造恶业啊 是会得到恶报的 啊 真的吗 是啊 随着我渐渐长大 我的父母 却常常急病产生 几年后 我父亲患上了肝癌 妈妈 你别太难过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爸爸的病 肝癌 这可是绝症啊 还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想啊 办法一定有的 我前几天听一位民间医生说 这病要以毒攻毒 用蝉除的毒可以治好 妈妈 我这就出去找蝉除 每晚都拿手电筒 到马路边 大树下 或使缝里找蝉除 抓到后 交给母亲 母亲 就把他们剁碎后 煮给父亲吃 或者用来外敷干部 然而 我父亲最终还是应该